现在的人呢,对于通货膨胀的了解啊,并不是非常到位的,实事求是的讲,在中国人的记忆当中啊,通货膨胀这个词,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大家知道国务院总理李鹏的时代吗? 李鹏总理这个名字,对很多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完全不熟悉的,中国的通货膨胀也就是在国务院总理李鹏的那个时代,达到最高峰的,那个时候你把钱存到银行里面,是可以单独在额外拿钱的,存钱是有补贴的,国家是有补贴的,可想而知,那个年代的通货膨胀是非常厉害的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你是在那种通货膨胀的环境当中,你对通货膨胀呢,可能会有一些刻骨铭心的理解和认识,你会很熟悉什么叫通货膨胀啊,你会知道那种感觉,了解那种感受 那么如果你不是在一个通货膨胀的环境当中,比如说现在,长久以来,通货膨胀一直维持在低位,甚至处于一种通货紧缩的状态 这种情况下,你对通货膨胀的了解,可能就非常的不足够了,就不到位了 你会难以想象,你会怎么样都是感觉无法置信,难以想象 怎么可能就会有通货膨胀呢?通货膨胀怎么就会吃掉自己的一切呢? 这些财富啊,自己所拥有的这一切,怎么就因为通货膨胀而失去了呢? 那么这些认识和理解,就会变成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因此而就不相信,不相信的人居多,会有这种情况出现的 那么怎么解释这个通货膨胀呢?也是一件非常伤脑筋的事情 我想起来两件事情,都是看视频,看朋友的视频得到的 所以我觉得可以讲给大家听一听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去理解,去了解 通货膨胀怎么慢慢的碾碎自己过去所拥有的财富 总有钱变成了没有钱 那些不可想象的事情是怎么一步一步慢慢的就发生了 然后就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来了 所以给大家讲两个现实当中的故事 也许有助于让大家了解通货膨胀的可怕 一个呢是日本 我看有一个朋友拍过的一个视频,让我看呢 我就看了看 我对一个例子,一个老人的故事呢 印象非常的深刻 这个日本老人的话呢,已经退休了 退休之后呢,他连退休金贷存款,他有两千万日元 即便是按一比十来计算的,他的存款也有两百万 我看现在在中国呀,如果能够一个老人退休的时候 能够有个几百万的存款,那是很有钱的 那是很有钱的一种人 可能跳跳广窗,我还能再找一个老伴 因为在这个,即便是老龄人口群体当中啊 有个几百万存款,依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这样的一个存在了,对吧 是很有吸引力的 那么同样的问题呢,放到了日本就不是这样了 有两千万存款,有两千万日元存款的这个日本老人呢 穷到每天连肉都吃不起 他为什么会混得这么惨 有一些特殊的原因 首先呢,日本这个国家除了老龄化非常严重的话呢 还有另外一个词儿叫少子化 少年的少,儿子的子,少子化 过去我写过文章啊 过去很多年始终啊 我在谈老龄化的同时 我跟其他人不太一样 我始终是把老龄化跟少子化并列的 放在一起来谈的 所以如果大家看到老龄化跟少子化这个题目 相关的这些观点啊,思考啊,文章啊,十有八九就是我的了 如果两者放在一起谈的 这种人呢,往往就是我 因为一般的人呢,只会谈到老龄化 实际上老龄化大家都不承认啊 在很久很久的一段时间里面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都没人愿意承认这个中国是个老龄化社会 这是个悲剧 那么在日本的话呢 因为有老龄化和少子化 这两大问题都集中在这个日本老人的身上 一方面他已经退休了 年龄已经很大了 他就是老龄化社会里面的一个老龄人口 另外一方面他家里还有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恰恰就是少子化的这种典型代表 因为这个儿子结了婚了 还有一个孩子 但是三个人都不工作 三个人都不愿意工作 对于工作来说呢 对他们来说呢就是高不成低不就吧 不愿意付出努力 不愿意走出自己的这个舒适圈 他是个独生的儿子 独生子 所以呢他们这三口子 这个儿子和他的儿媳妇 还有这个孩子 都住在他们家 由退了休的这个老年人来供养 管他们吃管他们喝管他们住 所有的一切都是吃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退休金 还有他的存款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开支和花销 孩子还要上学 还有医疗还有所有的一切 都要有退了休的这个日本老人来供养 雪上加霜的是呢 这个日本老人的老伴还住院 这个生病住院啊 总是要有各种各样花销的 包括恢复啊等等 那都是可以想象的 一定会有一笔惊人的开支 那么所有这些东西加在一起 对这个日本老人来说 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搞到最后 这个日本老人有着 2000万日元存款和积蓄的这个日本老人 每天连块肉都舍不得吃 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 都是为了自己的老伴还有自己的孩子 表面上看似曾经 以什么都有的比较顺风顺水的一生 到老到老退了休了啊 什么都没有了 连块肉都舍不得吃 混到这部田地 这是一个日本老龄的老龄化人口的一个缩写 这个财富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失去了 看着好像非常有钱 2000多万的存款 但实际上呢 他的这个消费水平 他的生活水平是非常低价的 这是一个一个故事讲给大家听 告诉大家财富怎么是像编析法一样就变没了 有也相当于无 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还有一个故事呢 发生在阿根廷 阿根廷现在惨的时候啊 阿根廷比索跟这个美元的比价已经达到了 一比三百三了 但是实际上阿根廷也曾经有过辉煌的时候 它是属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 对大家不要看不起阿根廷 它曾经是世界上的排列排名前几位的 这样的发达国家 有点像现在的欧洲的国家一样 那个年代的阿根廷啊 他的阿根廷货币的比锁呀 跟美元的比价是一比一的 那个年代的这个比价 汇率是相当高的 那么大家想一想 从一比一开始到现在一比三百三 可想而知啊 他的经济的这个滑落呢 是有多么的剧烈 在过去的话呢 阿根廷人的每个月的收入啊 像五百美金 这个收入有五百美金 有四百美金 就是普通人啊 这样的这种收入 可想而知 那个时候的汇率呢 是一比一 那换句话说 你挣五百块钱的阿根廷比锁 或者挣四百块钱的阿根廷比锁 那就是五百块美金 就是四百块美金 换到今天的货币的话呢 大家要把这个五百美金 乘上三百三 就是今天的阿根廷比锁 当时的月份的收入 那么今天啊 时至今日阿根廷 阿根廷人 一般的人 每个月的工资啊 这方面的收入只有二百美金 甚至不到二百美金 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 那么可想而知的话呢 阿根廷人的这个收入水平呢 下降的 是非常的厉害的 从五百美金 四百美金 一直降到今天的二百美金 和不到二百美金 下降的这个幅度啊 是非常大的 那么从美园啊 来看阿根廷人是这样的 但是在阿根廷社会当中呢 他有一种温水煮青蛙的一种状态 他是不知不觉的 就进入到这样的状态当中的啊 通货膨胀对人的折磨呀 他并不是说一个断裂式的断牙式 让你有那种清晰的感觉的 很脆的那种感觉的 不是的 他是一种最可怕的是一种 温水煮青蛙的这种感觉 慢慢的加热 慢慢的产生力度 幅度啊 如果回顾历史 你可以看到他非常的厉害 从五百美元 一直到今天的两百美元的月收入 这个失去了非常大的一个部分 这个没有了 对吧 但是呢 如果这个过程是非常缓慢的 一点一点达到今天的这个地步 这个时候给人的感觉就没有这样强烈了 就不会产生强烈的冲击 生活依然是不如意的 压力 生活的压力也是非常巨大的 但不会给人造成那种脆断式的 非常猛烈的这种冲击 尤其是呢 在阿根廷现在的这个社会呢 阿根廷的比锁 还是不断的给你加工资的 用阿根廷比锁的方式 你不停的给你加工资 这个时候让人感觉 我每个月都在加工资 每个月都在涨工资 每个月都在加工资 每个月都在涨工资 但加在一起 如果折算成美元 就才真正的知道自己的财富流失了有多少 这个财富流失是很大的 即便你每个月都加工资 每个月都涨工资 你加在一起 你无非不到两百美元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就是这样的这种状态 那么跟过去相比 那个差距就非常大的 所以通货膨胀有的时候是可以 从汇率的角度来更真切的看到 看清楚 如果你仅仅是看自己的本币 就看阿根廷比锁一样 你觉得还在增长 还在加工资 甚至可能有些人还会有一点满意度 觉得不错嘛 比过去还好一些 实际不是这样 距离自己应得的 过去曾经拥有过的那种财富水平 这个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 达到一种惊人的程度 所以通货膨胀是非常可怕的 购买力是非常可怕的 财富水平也是非常可怕的 这三点 这三者之间要联系起来去看 才能够真切的体会到 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 是个什么样子 从这个角度 就是购买力了 消费水平了 生活水平了 通货膨胀率 结合在一起 综合的去看去考虑问题 才是真正的 对这个社会繁荣程度 社会景气程度的 理解和认识 否则从单一的某一个侧面去看 去考虑问题 那就是不正确的 有的人说的是真正有词 甚至依据一些数据 但其实呢 这是他的这种说法呢 是非常偏颇的 为什么呢 他没有从一个结构主义的观点 去全面的去评估问题 去看问题 这个时候他就是很偏的 在这种情况下 无论他的表述 多么振振有词 他也是偏颇的 偏颇的认识 偏颇的观点 所以通货膨胀 购买力 消费水平 这些指标 还有这些感受 还有现实当中的 这种情况 大家都一定要综合去看 综合去考虑 这个就是我们的未来 我们的经济前景 和我们的财富前景